这个频道正在赚大钱 关于分享那些奇怪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些故事 在世界各地的 而且来全程不需要我们自己去露脸 我们只需要用网络上的素材和人工智能AI的力量来生成配音 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来做出制作出这样的此类的视频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有87万的订阅者 很多视频的浏览量都达到了800多万次观看 很多都是数百万次的观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奇闻乐视 并且他们每天都发布多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一天就发布了五个视频 五六个视频 每个月的收入也是达到了8.6万美元 连收入也是达到了恐怖的100万美金 经过翔哥的不断研究 所以翔哥还发现了像这个频道 也是历史的频道 而且还有很多这样的频道 奇闻乐视频道 还有这个频道 这些频道都追寻着一些相同的一些规律 证明的就是说他们这些视频的剧本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成功也并非侥幸 所以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在本期的教程当中 翔哥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去用人工智能AI的力量去揭秘这些频道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翔哥将一步一步地指导大家如何从AI从头开始去创建这些类似的赚钱的频道 那我们首先先分析一下我们的对标频道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缩略图都是一些比较突出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些缩略图 再配上一些比较吸引眼球的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的这些也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些缩略图 像这些封面图都是非常有吸引力 这个标题也是非常的诱惑吸引人 像他们这些视频就是通过观众激发用户的强烈的一些好奇心 这就是这些视频能够吸引大量的流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在 因此在我们选择视频主题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选择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的这么一些主题 这样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些视频的长度 这视频的长度大概都在20分钟左右的一个长度 翔哥的建议是我们把他的视频的长度做成8到20分钟之间 这样就差不多 这样就能够我们保证我们获得的广告收益 就是说足够得多 而这些内容其实都是一些由网络上面的收集的素材所组成的 再用我们的人工智能AI 就是说来生成一些他的一些配音 这样就组成了合成了我们的视频 在人工智能AI的帮助下来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把这些视频给他完美的做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一些网络素材所组成的 好的 现在翔哥将会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 如何去把这些视频这些频道做出来 好 首先第一步呢 还是我们需要去创建我们的频道 创建频道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同样的我们来用我们的ChallieGPT来创建我们的频道 我们现在就来到ChallieGPT 我们来告诉ChallieGPT 就说我想重复到有建立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奇心驱动的频道 主要来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较好奇猎奇的一些故事 然后主要是利用观众的好奇心来快速获得浏览 获得播放 然后呢我需要你帮我提供五个 就是说频道包括频道里程 然后频道的描述和个人的资料 以及呢个人logo横幅设计 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发送 ChallieGPT很快理解了我们的艺术 让我们来看看它为我们生成的答案 好了 在这里呢ChallieGPT给我们提供了五个 我们呢只需要选择一个大家自己喜欢的 想个这里呢 觉得第一个就不错 我们呢就用第一个 大家如果英文不设备好呢 可以用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看一下 当然也可以用ChallieGPT 直接让它中英文对照显示 也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的 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到我们的MediGPT 让它给我们生成的头像 以及呢Banner横幅图片 当然大家也可以采用 像其他的这个AI生图的工具 比如说像那个 Lenad AI呢 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自己喜欢设计的 就用Cover来自己设计 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输入我们的提示词 输入Image 然后粘贴我们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也是刚才ChallieGPT给我们生成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点击发送 好的要稍等一下 好的这个MediGPT已经给我们生成了四弧 都还不错的 额头像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大家自己喜欢的 想跟在这里呢觉得第二个就不错 然后呢我们点击U2 当然在这里呢还可以重新生成 还可以进行一些微调 因为MediGPT的教训呢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梦想总数往期的视频 里面呢有相关的MediGPT的一些详细介绍 然后我们点击U2 同样的 很快 这个MediGPT给我们生成了一些 更加细节更加清晰的图像 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还可以点击生成更细节的图像 想在这里呢就直接使用它就可以了 我们单击它 然后呢右键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备用 保存到我们电脑里面备用 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去生成我们的Banner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输入Image 然后粘贴我们ChairGPT生成的提示词 再在后面呢我们输入一个比例 --AR 5比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Banner的一个尺寸 就是5比1 然后同样的我们点击 发送 稍等一下 MediGPT将会给我们生成Banner 横幅图片 好的反应也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啊 MediGPT已经给我们生成的四幅都还不错的图片 然后呢我们只要选择一张 就说适合自己的自己认为比较完美的 翔哥在这里来觉得第三幅就非常的适合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点击 如三让它给我们生成更完美的一些细节 好了这张图片呢就非常的OK 我们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备用 好OK 现在呢我们将会去到Cover 去稍微设计一下我们的Banner图片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到了Cover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创建设计 然后呢我们搜索这个 YouTube Banner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去到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YouTube的Banner横幅的设计 好了这里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模板可以跟我们使用 我们来只需要单击一下它 然后呢这个模板就也是过来了 当然大家这里来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模板 翔哥呢最后选择了一个这个模板 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这个长条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刚才YouTube生成的图像拖进来 然后呢我们拖一下稍微适应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然后呢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使用了这样呢非常的完美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些字啊 我们呢可以把它换成我们的名字 我们呢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不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删除掉也是没有问题 好的这样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呢同样的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备用 好的保存到我们电脑里面去使用它 好的然后都做好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去YouTube新建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这里切换账号新建一个频道就可以 因为翔哥这里已经新建过了 就不重复演示了 在翔哥往期的视频当中也有详细介绍 当然修改之类呢也是在这里的 然后点击自定义频道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修改我们的logo啊横幅啊还有名称啊这些 我们都是可以修改的 在这个地方布局这里 基本信息啊 还有一些品牌啊都可以改 好的刚才呢谷歌要求翔哥进行了一下小小的验证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在频道自定义里面修改我们的名字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logo这里改 然后banner横幅图片呢就在这个地方修改 机构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我们的第一个视频了 我们来回到XGPT 我们来在对话框中输入 我来现在需要你以十世界十大 就说某某某某某 比如说呃十大最大的动物啊 这种我们这里来以这个 这个形容词和这个名词这里代替 然后呢这个世界上的 然后呢为我提供 呃十个这种话题 并且呢应该足够的信任 并且呢能够强烈的 这个引起观众的这个 cruity好奇心 同样的我们这里点击发送 好了XGPT也是很快理解到我的意图 在这里疯狂声声当中 这个地方啊这个十大动物啊 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十大呃鸟类啊 或者是十大什么人物啊这些东西 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XGPT 已经很快为我们 生成了这个十个非十大标题 这种类型的呃视频 如果大家英文不是特别好玩 我们可以同样的用翻译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呢 十大神秘地点 十大奇特动物 十大惊人的自然景象 十大废弃城市 这也还有很多 十大闹鬼的地点 甚至十大呃隐藏的这个 这个宝藏的地点 在这里呢 祥哥将会以这个 这个第二个呃为例 这个十大不可思议的动物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大家自己去想出 这些东西的话 估计想几天都想不出来 而XGPT 在短短五秒钟之内 就给我们想好了 好的 现在我们继续指导我们的XGPT 我们来让XGPT制作一份 至少1500字的一个剧本 标题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标题 就是说十大不可思议的动物 从沙漠到这些深海 然后呢我们让它保持神秘的语气 然后呢 少说一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细节 就是保持神秘的一种特色 并且呢 我们让它呃 呃 将视频按照 从第十名 到这个呃 第一名这么一个排序 逐步揭开这个动物的 不可思议的动物的神秘的面纱 然后最新的那个呢 放到最结尾 以提高观众的 留存率 然后呢呃 让观众来看到视频的最后 我们这里设置成1500个字啊 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视频长度呢 让它超过8分钟 好的 我们点击发送 XGPTI也是很快 响应成功 这里呢 他给我们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剧本 Introducts 就是引言介绍部分呢 都是非常吸引人 然后呢 反映了 同时反映了 出了一个视频的一些 呃 成那些成功 已经成功的视频的一些结构 甚至呢 包括了一些 我们的一个 背景音乐的设计 就说 几乎是 非常完美的 我们跟XGPTI进行沟通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它 当成我们的一个下属 一个同事 这么来我们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正常的对话 就可以了 我们给到他的一些 呃 信息细节越详细了 他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当然就属于越好 如果我们 嗯不确定呢 我们还可以反问他 就说是否给到了足够的信息 还缺什么东西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直接问他 同样的呢 我们把XGPTI给我们生成的脚本来 我们把它保存到我们的 TXT文档里面来进行一个备用 好的 下一个步骤呢 是要呃 根据我们的 这个剧本的这个脚本了 来生成我们的旁白配音 这里呢 这个声音其实就不错 这个呢 想个已经是 添加过了 实际上好像 呃 其实已经添加过 所以我就不重复添加了 大家来可以选一个自己 喜欢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 呃 需要选择 我们刚才那个 声音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粘贴由我们的XGPTI 给我们生成的旁白 然后呢 在这里点击 下面的gen root生成 这样呢 就可以生成我们的旁白 我们点击gen root生成 welcome curious souls to a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the unknown 生成来需要一些时间 we're shadows dance and whispers linger we shall unveil the mysteries of the world's most peculiar inhabitants 我们可以听到啊 这个效果的话 还是非常的不错了 我们选择这个人生 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推到我们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 右下角的download的下载 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进行一个备用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点击保存到我们的音频里面 进行一个备用 好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这些脚本啊 来匹配相应的视频素材 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些脚本当中提取关键字 然后呢再去素材网站上面或者其他地方去根据关键词呢 关键字去搜索我们所需要匹配的素材 但是如果我们逐具手中去提起关键字的话 将会消耗我们相当多的时间 同样的我们呢还是要依赖于我们的老朋友 ChallieGPT 然后呢我们将指示ChallieGPT 根据这个脚本呢 为我们匹配一些视觉效果的关键词 我们呢同样的让ChallieGPT给我们匹配 就是说后面这段脚本的一个关键词提炼 并且呢让它每隔三秒钟就切换 就是说重新提炼总结一个关键词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剧本呢 也是粘贴在最后 好我们点击发送 看看ChallieGPT会做响应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 ChallieGPT已经响应成功 它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呃根据三秒钟这个转换 然后来提供了一些相应的关键词 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 来去搜索我们的想要的匹配的 匹配度高的素材 然后呢我们让它以表格的形式显示给我们 我们给它发送TableFormat 好的现在呢它就是以表格的形式 呃提供给我们了 这样呢方便我们这副子粘贴 效果更佳 我们呢想在这里再给 让它加上我们的时间轴 Edit Timeline 所以呢它这里呢 呃就给我们加上了时间轴 这个呢我们后期呢更好处理一些 呃 然后同样的我们呢也是 让它以TableFormat显示给我们 发送 好的 现在呢就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标准了 我们可以看到吧 比如说呃前三秒是这个画面是个秒数 关键词呢是这三个关键词 然后呢后面一次 然后呢我们把它呃复制到我们的文档里面去进行备用 想个在这里呢就是复制到的TXC文档里面 当然呢大家可以粘贴到一个CM表格里面呢可能看起来更加清爽一些 同样的 同样的其他的 诶 其他的章节剧本呢也是同样的操作 想要在这里呢已经调试好了 直接让它加上时间轴 以表格形式呃提供给我 大家呢只需要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就行 现在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一些视觉关键词去素材网站里面去搜索匹配的素材 在这里来想个介绍两个免费的素材网站 一个是Pixels 另外一个是Pixby 这两个网站上面的素材呢我们都可以免费使用 没有呢一些版权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就以这个Pix为例 我们在这里切换到视频 然后呢我们这里粘贴 这个ChairGPT为我们提供的关键词 然后我们点击搜索 好了这样呢我们就搜索出来了非常多的 跟我们主题剧本相匹配的一些免费的素材 这些素材呢都具有一些神秘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这个看起来就不错 看起来有些Shadow非常的神秘 然后我们点击它我们还可以放它去看一下 然后呢下面呢这些Pix 还会给你推进一些相似的一些内容给你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呢想个都觉得不错 我们点击免费下载它 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进行一个备用 好的我们呢就把刚才那个很神秘的视频呢 下载到我们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进行一个备用 我们点击保存 好的现在也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刚才演示的方法呢 然后呢去这些素材网站上面搜索 合适的素材并且下载呢大家最喜欢的 然后呢到下一步当中去进行使用 寻找搜索素材呢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呢花这些时间呢是非常值得的 好的现在我们的音频和视频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整合这些素材 同样的我们来使用我们的老工具 CupCat 来整合就是说我们这些素材来编辑一下 我们打开了CupCat 然后呢我们想要在这里已经导入了下载的一些素材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素材添加到轨道上面来 点击这个添加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其实 然后这是音频我们先把我们的音频拖动进来 然后呢接下来的是我们的这些素材素材来我们挑选一下 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些素材我们来把它拖动进来 那素材来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只要使用这些一点的素材 这样呢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素材都是非常多的 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素材匹配好了之后呢 我们呢 还可以给它加一些动画的一些效果 然后呢让它更好看一些 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些抖动的这么一些效果 我们给它加组合效果 所以我们加一下特效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呢这些也是给它加一些特效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转场的一些效果 我们可以给它用一下叠化的这个转场效果 我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直接应用到全部 好我们再预览一下效果 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而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CupCut的自动字母功能 识别字母 我们这里要选择音语 然后点击开始识别 这个识别的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要等待一下 好的我们的字母呢就识别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稍微做一下处理 我们只给它加一个黑色的描边 让它看起来呢更加的明显一些 我们看一下 好的然后呢我们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 我们少了一点背景音乐 我们来去搜索一个五板圈的背景音乐 我们com 我们来在这里搜索悬疑内型的五板圈的背景音乐 随便一下这一首 好的我在这里随便下了一首背景音乐 然后呢我们把它拖到音轨上面来 好来我们把它做一下 柴剪 沾出掉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切掉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音量给它挑小一点 就是说不要超过我们的人生 阅览一下 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效果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特别是这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封面了 然后就是我们做好试面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导出了 导出上传到YouTube油管了 还有其他的各大平台 我们都是可以赚钱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封面图 封面图呢 我们可以自己设计 也可以在这里面来截取一个封面 比如说翔哥认为这个封面就不错 我们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呢 再传到开文里面去设计一下 就会成为我们的比较吸引眼球的封面 好的现在呢我们选择右上角的导出视频 好我们选择导出 导出呢需要一些时间 那本期就说精彩的课程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也是讲的非常的详细 大家呢可以根据祥哥的这个操作方法 实操思路 去做出一些吸引眼球的一些视频出来 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赚美金收入 而YouTube的广告美金收入呢 只是收入的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几种类型的收入 好的 这个本期课程呢就不仅然展开讲了 本期教程呢基本上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课程再见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保持长期关注 某一项总树的频道 长期分享各种赚钱的干货 Descending into the abyssal depths of the ocean we encounter the barrel-eye fish with its transparent head and eyes that gaze skyward it navigates the inky blackness with otherworldly grace behold a creature born of darkness yet illuminated by the shimmering allure of bioluminescence welcome curious souls to a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the unknown in this realm where shadows dance and whispers linger we shall unveil the mysteries of the world's most peculiar inhabitants prepare to be enthralled as we count down the top ten unusual animals in the world at number ten lurking amidst the dense foliage of the amazon rainforest we find the glass frog this translucent marvel the skin as delicate as a moonlit dewdrop conceals its inner workings from prying eyes only under the cloak of darkness does its ethereal beauty reveal itself point nurses point QuerÍ an Getting должна point point 感谢观看